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关门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当中有关欲望的一些纹路 维纳丝带 维纳丝带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金星带 从十指到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方向延伸的弧度 这种线 也称为爱神之线 那么这种人呢 这种线呢不一定是任何人都有的 甚至这个是极少部分人才有这种金星带金星欢 那么这个呢是 有这种线的人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性感 许多外出的人呢 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性方面的兴趣 而且在某些情况啊 这个性幻想可以填补你的一些 想象和欲望 所以说这种人呢 往往是性欲比较强烈的 比较强烈的 而且呢喜欢做一些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事情 同时呢也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 能够让这种欲望 这个在你的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当中得到生化 维纳斯山 维纳斯山呢 是一个凸起啊 延伸到生命线内侧 跟这个我们说这个生命线内侧金星秋的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金星秋 金星秋上发育的比较良好 而且这个非常饱满龙起的人啊 是有强烈的性欲的人啊 是很容易这个 这个也是有浪漫气息的人啊 是非常精力充沛的 这个这种呢 那往往是像听说的听说过的很多英雄故事啊 这种英雄呢 都是这个维纳斯山啊 也就是这个爱神之秋 金星秋比较饱满龙起的人啊 第三个特点就是手部的肌肉啊 跟水一样非常的柔软啊 这个往往是淹没在感光的享乐之中啊 喜欢触摸的动作 因此很容易进入感光的世界 这种类型的人呢 是有一些叫什么样的 就是对物质的崇尚嘛 对物质崇尚 这个并且可能出现这个 这个臀部的出现这种纹理 或者是小腿出现这种纹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强调身体的相容性 就是说容易这个物欲非常的强烈 身体跟心灵啊 是完全是解放啊 这种人是比较开放的 这是三个特点啊 这个一个是金星带 第二个呢是金星秋比较发达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整个手啊 比较软啊 跟水一样柔软 这种人喜欢触摸啊 好了 有关这几种手向的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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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